大家好,我們來看今天的 趙孟虎每日一字 今天看這個虎 虎裡的虎 他的楷書寫法 我們先寫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左邊 這一個虎手 右邊是一個 這個爪 菇啦,應該是一個菇字 刮 刮字,不是爪 但是呢 我們經常會做省略 長寫也是一個 寫成爪 那第一個省略呢 我們會這樣子 撇過來之後 不一定要用筆 這邊誇張一個折痕 但是這裡可以這樣子 可以做省略 可以做省略 然後這樣推過來 但是我們在這邊強調一下 有時候呢 會 這一筆 會過去 就類似這一點 來看一下是這樣寫法 像王朵 就常常喜歡這樣把它寫成 這樣過來 然後這就變成點 好像派的右邊一樣 這種寫法也蠻常看到的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張夢福的寫法呢 就比較誇張在這裡折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用筆比較重 折筆 好 加重 再過來 撇 在這個中心 好 跳上去 這樣 好 那再來就是 是做一些省略的地方 就是這邊 把它變成三個點 右 左邊這裡還是 就是增加一些草塑的特性 這邊就是一些殘兆 記住了 殘兆 所以我們來繞給大家看 殘兆 這樣 好 速度就快 然後這裡一點 兩點 三點 好 這胡 或者菇 菇耳的菇 左邊就變一個指 就是了 然後再來另外一種寫法就是 他喜歡這邊殘兆一下 轉一下 再下來三點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是這樣子的寫法 好 這裡繞一大圈 一點 兩點 三點 那是寫一個心字 這要注意一下 好 然後呢就是 這種的變化 就可以非常的誇張 比如說我們寫一下 胡 胡理 這兩個字 比如說可以誇張到這裡 繞一大圈 好 然後這裡再跟寫這裡 這就可以很誇張的這種 那種圈圈 好 去表現一些 想要有的一些視覺的變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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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